唯一的一点就是你敢不敢相信 对吧 那么我来敢相信 而且我愿意用自己的钱去买单 就这么简单 在那个停更期间呢 我那好友啊 给我发过来关于最近的 就是一百万人必成交的一件 青花花鸟文碑的那个作品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呢 我看他那个博主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他花了一百万 买这件作品之后 可能在这个网上啊 又酿成了一次这个网红的 这个花鸟文碑的这么一个时间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 讨论关于这件作品买的值不值的问题啊 这就和我们前期啊 说到的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啊 美人他自己的这种认知水平 以及他的这种经济能力 还有他的这种随性啊 在购买一件藏品的时候 和这三个因素啊 都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就是说啊 对这个认知来讲啊 一件作品呢 你在购买之后 讨论他值不值的问题啊 主要就是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他的真伪 单纯的真伪啊 还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这个价值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就是这个作品的稀缺性 也就是说呀 一件古董啊 他将来能不能卖大钱呢 在这两个方面是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得真 第二得少 因为任何的这个东西啊 他都脱离不了这种经济规律 就是说这种物以稀为贵啊 对这件作品这个价格的影响 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你比如说像人家这位藏家呀 他自己在购买这件作品的时候啊 他所表现出的这种收藏的意识 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些特征 完全能够温和 网上呢 传得沸沸沿扬了 在这次在北京终于有拍卖 一支那个年代定位康熙的 地上还有一点那个小影线的 小毛病的一个 有小修复的一支青花小杯啊 从一千块拍到一百万 是我买的 也就是说呀 人家这位厂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人家买这件作品啊 首先就是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并且人家有这种 一百万人民币的这种购买能力 买完以后呢 人家就是说自己能够拿得住 特别是这种没有来源没有出处 你自己要评演自己的个人经验的判断 这个非常的微妙 我又买东西就是说 一定要记得老前辈讲的 看得懂买得起 卖得掉 悟得住 看得懂 买得起都是我自己能掌握的 卖不卖得掉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是神仙 那么 然后悟得住嘛 这是我自己能掌握 所以我当时其实叫到一百万的时候 我心里脑子已经想过了 我的最后的价格可能是在两百万 那过了两百我可能也就出不动了 因为我是一个行家 我要考虑我的资金成本 我要考虑这个东西 我就好像我现在这个杯子打在手上 全世界的不认可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可以拿到手上 我可以玩一辈子 这就是我的底线 就是我能捂得住 也就是说他认为他这件作品 如果不能及时转卖的话 他也可以留下自己欣赏把揽 你像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你买这件作品 你放在我个人的看法 那就是算值 因为他这三个因素 也就是说他的认知 经济购买能力 以及他的随性 他都做到了 那么这件作品对他来讲 这就是值的 因为这种艺术品本身 你绝对不能用 资珠必角的那种方式 对这个作品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过的 这件作品如果是真的 并且他的稀缺性 真正能够达到 一百万的价位水平 他即使这件作品 是没有出处 没有来源的 那么作为第一个 给价的 出价的买家 对这件作品 未来的价值的影响是最大 也就是说 这件作品 如果真的是成化的青花作品 由这任买家 给他估了一百万人民币的 这个价格 那么在今后 在他的这个真实性 稀缺性 这两个对古代艺术品的 这个核心价值 起决定作用的这个因素 如果能够得到 正实的情况下 那这件作品 将来的这个价格空间 就是由这任的藏家 给他打开的 因此对于那些啊 所谓讨论 这个值不值的那些藏家 他大多数啊 都是不具备 我说的这三个因素 第一就是认知不清 第二他也没有呢 经济购买能力 第三他更谈不上 这个收藏当中的这种随性 因为这个收藏行为本身呢 他就是一种满足 个人的这种爱好 和他精神需求的一种表现 你如果是用做生意的那种态度 你比如说 我买这件作品 准备将来赚多少钱 那你就必须得找到 他的那个认知能力 以及他的购买能力 以及他这种艺术作品的这种随性 能和你自己进行匹配的那些这个买家 你们之间才能达成交易 你如果买完这件作品之后啊 他遇不到我说的这种买家 那这个作品你买完以后 他懂的人没有啊 那只能沉淀在这个买家自己手里 当然我说的这个问题并不代表 我就赞同这个藏家 对他这个作品真伪啊 以及他那个路纷的判断 我只是说这种现象 因此对于这件百万花鸟文碑 值不值的问题 他完全在人家买家自己的认知 购买能力和他的随性 这三个收藏的最核心的要素来决定 至于其他人的这种议论 其实这个本身并不重要 因为我看这个藏家 在他自己的这个视频当中啊 对于我说的这几个因素啊 他在这个自己的这种购买过程当中啊 已经都完全具备了 因此他对这件作品的判断 如果他认为是一件成化的清化作品 他要能承受得起他自己的出价 那么对他收藏这件作品本身 那就是值得 其他的人对这件作品的这种非议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说法啊 那你只能说是站在你自己的那个角度啊 考虑这件作品 这就像当初全知先生 买那个成化鸡钢杯一样 当时他在那个香港市场啊 买了一对成化鸡钢杯作品 这对作品在全知先生购买之后啊 也是面临着众多的这个非议 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 全知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此我非常赞同啊 收藏这件清花作品 这位藏家的这种态度 人家是为自己的这种认知买单 其他人其实没有必要 对这件作品过多的这个智慧 至于对这件作品啊 他本身到底是不是成化时期的作品 还是康熙时期的作品 我会在我自己的那个会员节目当中啊 做一个点评 以示对人家这位藏家的这种尊重 唯一的一点就是你敢不敢相信 对吧 那么我来敢相信 而且我愿意用自己的钱去买单 就这么简单 对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